我们继续来观看2022新乡世界杯决赛女单 顺颖沙大战陈梦 双方来到了第六局的较量 目前大比分3比2顺颖沙暂时领三 这一局对于陈梦来说呢 仍然是不容忽视 稍有不慎 冠军又被莎莎拿到 镜头给到中国的拼协主席刘国梁 天梦疯狂的搏杀 显示出了对这场比赛 他的一个态度 响示出了对这场比赛 明天还能够出了对这场比赛 肯定在其中的肩胜上 他肯定在你的肩胜上 他的肩胜上 如果他肩胜上 他肩胜上 我肩胜上 肩胜上 肩胜上 摄影沙直接选择了杀球 摄影沙是打了陈梦的一个近身 让陈梦回球回的不太舒服 3比2 这一局对陈梦来说那样开局很关键 那如果打不好开局的话 到后面只会是越来越被动 摄影沙攻势非常的猛烈 4比2那看来是要收割比赛 那么叫了暂停 这场女蛋的决赛吸引了非常多的球迷 来现场观看 图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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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近未来陈梦发球 给的点有点高 反手反思 上来连锥两分 比分来到4比4 就出台 日本内的墓园美优 以及石穿加纯 6比4 什么疯狂搏杀 球是打在了手上啊 还是出现了失误 莎莎在慢慢的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 8比4 承蒙连续的失误 当然了处于落后的局面 这种心态上 对预球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但是预速则不达 越是想得分 越容易出现失误 插边球 吸引扎也叫了暂停 这个战情呢一方面是打断一下陈梦的追分的势头和节奏 另一方面呢也是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 吸引扎也有点 目前比分是8比5 战定未来来到了最后的决战时刻 拍短 摄影仨回球出台 正手正点发球 陈梦连锥两分 比分来到7比8 摄影仨这板球打得还是有些太冒险 没有去调动陈梦 哇陈梦连续的搏杀 8比8平 连续的去调动摄影仨 打两个大脚 这样孙女杀的防守是疲于奔命 哇 这个正手正点的发球 直接让陈梦拉了一个弧圈 直接杀球了 所以他必须使出 杀手锏才行 排短 转正手 相辞 10比8 陈梦回来之后连锥了4分 拿到了第6局的局点 卢比10 反手的反思 球出台 反正手 哦 10比10平 哦 中文字幕——YK 拍短 陈梦杀球 陈梦 又夺回了赛点 比赛看到最后时刻 真的是让人窒息 陈梦发球 发一个正手正点短球 双方进入到决胜局 陈梦 一 lihat 兩個 10 00 10 reorgan 比赛